疫情严重打击全球航空业 大马航空委员会预测 我国今年的航空载客量将比去年再减少77%到80.2% 也就是530万到610万人 航空委员会今天发布报告指出 基于区域的疫情在下半年升温 当局必须修正4月份的预测 报告也指出 今年第二季的载客量为130万人 也是去年第二季80万人之后的新低点 不过随着我国的疫苗接种率越来越高 相信不久后完整接种疫苗的民众 将会搭乘飞机到国内展开短程旅游 尽管客机的载客量在疫情升温后应声下滑 但航空委员会估计 第二季的货运量同比去年上升80.4% 主要是运送疫苗 加上国内对电子商务的需求上升 报告也预测 今年的货运增加26.5%到28.2% 有望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是的 在我国封锁国门18个月重创国内旅游业 对航空业而言同样是海啸般的冲击 亚航集团执行长丹斯利东尼费南德斯表示 亚航所有机组人员和前线员工 已经完整接种新冠疫苗 随时都可以再客起飞 东尼费南德斯今天发文告指出 亚航旗下所有员工 包括飞机师 机组人员和机场地勤人员 都已经完整接种疫苗 随时可以重返工作岗位 东尼指出 亚航在疫情停飞这段期间 实施多项新创举 让飞行在疫情下能够更卫生 并且简化程序 减少乘客与机组人员直接接触 增加染疫风险 种种努力得到专业航空评件网站 AirlinesRatings.com 评选为疫情安全评级 最高的航空公司之一 至今 全球已经有超过50个国家 开始迎接完整接种疫苗的旅客 随着东盟加速疫苗接种工作 亚航放眼各国 在不久的将来放宽国内 或是国际旅游限制 恢复旅游泡泡计划 亚航近来抢工电照车服务 把主要业务从空中转移到陆地 电照车服务目前有1500名 已经完整接种的注册司机 目前在巴胜谷地区投入运作 预计半年内增加5000名司机 并把业务扩展到全国范围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回到最新口信念面 viene回到最新口信念面 回到最新口信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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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最新口信念碑 感觉引 offered 较验还有 region